三星新存储 200多层 512G 仅0.8毫米 作为全球NANDE闪存市场的一哥 三星在3D闪存上 又要领先其他厂商了 日前在三星技术论坛上 三星公布了第八代VNANDE的细节 对战层数超过200层 容量可达E2P 512G容量的厚度 也只有0.8毫米 可用于手机 三星的VNANDE闪存现在演员 发展到了第七代VNANDEV7 对战层数176层 TLC版核心容量512BP 而即将推出的VNANDEV8层数 将超过二百三星没提到具体多少层 但之前的报道中指出是228层 提升30%左右 存储密度提升了40%左右 VNANDEV8闪存的单颗核心容量 也从之前的512BP翻倍到了E2P 同时性能也更强 IO接口速率从2Gbps提升到了2.4Gbps 性能更适配最新的铺体5.0标准 得益于存储容量更大 VNANDEV8闪存的厚度 依然可以控制在合理水平 封装512G容量也不超过0.8毫米 可以用于新一代智能手机 在未来 三星的VNANDEV8闪存堆栈层数 还会进一步提升 路线图中的目标是超过500层 这被视为3D闪存的极限 不过三星还在想法突破 最终能制造1000层堆栈的3D闪存 谢谢大家